燕王朱棣举起了反叛南京朝廷的大旗 立即遭到了建文帝派出的北伐军围剿 双方第一战虽然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但是朱棣的实力相比于南京朝廷来说 仍旧是势丹利 随时有着被剿灭的威胁 但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实力单薄 并且出兵名分不正的朱棣 却能够指导当时大明王朝的国都南京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佩奇教授 为您揭示朱棣指导南京之谜 上一讲说到燕王朱棣在朱元璋死后 打算趁着西皇帝建文帝立足未稳的时候 发动了静难之意 企图夺取大明王朝的皇帝宝座 朱棣这一大胆的举动立即遭到了南京朝廷的大力围剿 虽然建文帝所派出的北伐大军在真定遭到了失败 但是源源不断的朝廷军队正在向燕王朱棣的封地北平杀奔尔 面对大力当前的危险形势 势单力孤的朱棣究竟该如何离当 又是因为什么 朱棣可以冲破朝廷优势兵力的重重包围 竟然转战数千里 奇迹般的兵力南京城下 面对仿佛从天而降的朱棣大军 建文帝的大明朝廷命运又会怎样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佩奇教授 将为我们真实在线朱棣这一次奇迹般的大进军 即使朱棣指导南京之谜 上回我们讲到 官军在真定之意当中遭到了失败 朝廷一片大花 怎么对付燕王 耿炳文老将已经不能够再带兵打仗了 被撤换 由齐太皇子成这些人推荐了一位新的统帅 这个统帅是谁呢 曹波公李景龙 李景龙是什么人 公是非常高的地位 他的父亲是李文忠 李文忠又是谁啊 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姐姐的孩子 而且在朱元璋夺取政权的过程当中立过大功 在功成榜上才排名第三 李景龙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 仍然做曹国公 所以这是一个功臣世家 又有高贵的学童 李景龙这个人怎么样呢 长得是仪表堂堂 说他是眉目疏绣 顾盼伟然 举止于伦 长得又漂亮 这个很有派 很帅 他虽然是民门之后 又是武将之后 但是他能够说 不能够真正的用兵 虽然也替朝廷做过一些事情 但是真正的带兵打仗 才没有经过 这不仅使我们想起了当年 战国赵阔 赵国的赵阔 长平被坑四十万 那个纸上谈兵的赵阔 李景龙仗着自己是名门之后 又通晓兵书 不免妄子尊大 很多的下边的将也不服气 但是这样一个大将 带领官军 北征燕王 燕王对于李景龙来说 他是李景龙的表叔 他知道 李景龙带兵来攻打北平 他非常看不起这个李景龙 他知道李景龙 并没有握在门领 于是故意带兵离开北平 到哪去呢 他借这个机会攻打大名 一会我们再说打大名 他离开北平的意思 就是吸引李景龙 直接来攻打北平 李景龙果然带领军队 直逼北平城下 当时在北平当中 防守的是谁呢 担任防守的是燕王 朱棣的儿子 乌高齿 还有燕王的妃子徐妃 他们动员了城里的兵马 坚守不出 李景龙 攻臣攻不进去 当时是天寒地冻 已经天气很冷了 李景龙知道燕王 去打大名 而且打完了大名 要返回北平 北平在受到攻击的时候 他一定要照顾到自己的老家 他从哪回来呢 要从东边回到北平 李景龙就在燕王 回北平的碧京之路 这个地方 连接九营 迎战燕王 这个地方是哪里 就是在现在的北京的东边 叫做郑村坝 现在的东坝 摆开战场 燕王的军队和李景龙的军队 在郑村坝展开了激战 这个战斗啊 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 有时就是五六点钟的时候 天都已经黑了 天气非常冷 南方的军队一上单薄 又受不了北方的严寒 所以这个仗就没办法往下打了 天黑以后 大家各自撤兵回营 李景龙趁着天黑 把兵撤了 逃跑了 于是燕王就取得了保卫北平的胜利 刚才说到 当李景龙率领朝廷军队 进攻北平的时候 燕王驻地反倒离开北平 去进攻一个叫做大宁的塔 这个大宁究竟在哪里 这里究竟对朱棣又有什么特殊意义 他怎么会在大敌当前的危险时刻 不留在北平而去进攻大宁呢 刚才我们说 燕王离开北平到哪去了呢 到大宁去了 大宁是什么地方呢 大宁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明王所在地 我们曾经说过 在各个亲王当中 燕王善战 明王善谋 明王的强 不仅仅在于善谋 而且他还有很强大的军事力量 当时说戴甲三万 隔车八千 他有很强的兵马 最强悍的是他有狐骑 也就是蒙古骑兵 当时北方蒙古地区 称之三个部 一个是西蒙古 西部叫做瓦剌 东蒙古叫做达达 再到东北方 叫做乌梁哈 乌梁哈 里头有三个位 有左延太宁浮渝三位 也就是左延三位 这个左延三位的兵 是能争善战 他们是大宁明王的部下 这个左延三位 当时是为明朝所用 是当时明朝加强北方边境的 一个重要的力量 在几次明朝北征 对付蒙古残域失利的时候 左延三位都出过力 现在朱棣带兵去到大宁 干什么去了 他心里都有一个计 一 要把左延三位拿来为自己所用 二 要让明王参加到自己的行列当中 帮助自己去打天下 在整个全团战略上 朱棣离开北平去攻打大宁 是为了诱敌深入 但是他真正的目的 还是要让明王和他联手 一起夺取天下 大宁地区 在北京的东北方 正是北平的后方 如果朱棣望南攻打 他的身后有一个很强大的明王 跟他不一条心 他能够放心望南打的 所以能够争取明王 参加到他的营赖当中 不仅消灭了后患 后顾之忧 而且加强了自己的力量 燕王啊 来到大宁 见到宁王 握着手 不仅沾沾泪下 说你看 现在我们都是太祖高皇帝的儿子 咱们都是骨血之亲 可是现在被朝中的奸臣 我们都欺负 我们都没有活路了 这个明王也很伤心 告别的时候呢 就把燕王送出城外 结果燕王在城外布置了很多军队 一云而上 把明王抓起来 带走了 为什么 他不杀明王 他要让明王参加到 他的队伍当中来 你跟我一块造反吧 他对明王说 我们一起反 将来得了天下 你一半 我一半 这个明王被控制了 没办法说 被人家裹挟而走啊 因为这个明王已经被燕王控制了 所以他下面的朵延三位 也都归了燕王了 所以 大宁之行 他达到了他的两个目的 一个是解除了后宫 第二个 就是他 争取到了明王 参加到他的营雷 利用朵延三位的骑兵 强化了自己的势力 虽然朱棣通过种种手段 成功地控制了他的兄弟明王 解除了自己的后宫之路 但是自古出兵作战 总要找一个借口和名义 朱棣发动这样一场内战 企图推翻合法继承皇位的建立力 是大逆无道的事情 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借口 朱棣的这一战注定就要失败 那么 面对这样一个困境 朱棣究竟能够找到怎样的借口呢 我们在这场斗争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燕王朱棣 他的谋略 很高 他的身边有高人 他自己有智慧 同时他要在政治上采取主动 我们说过 他说自己是静难 不是造反 是为了帮助朝廷铲除奸臣 平息霍乱 那么现在他又提出了一个 响亮的口号 什么口号呢 他说朝廷的奸臣是什么人呢 朝廷的奸臣是左班文臣 大家知道 古代的左和右 它有一个方向的规定 是以谁来做规定呢 比如说皇帝坐在皇宫 他要是坐北向南 他的左手就是东边 他的右手就是西边 所以左班文臣 就是在皇帝上朝的时候 文武大将 文武官员 都上朝 左边站的是文臣 右的站边是武臣 就是东边是文臣 西边是武臣 所以你看 故宫是文华殿 武营殿 一个东 一个西 东华门 西华门 文臣要是进公拜事 要走东华门 他这个左班文臣 讲的是这些文臣 都是奸臣 他为什么这样说 他就把他的打击面 缩小了 他不能说朝中奸臣 我一律全打 一律全打 都联合起来 又对付燕王 他现在说 就是左班文臣 这帮书生 坏事 这样他就争取了 一大批武臣的心 你看我 发动静难之意 我跟你们这武臣们呢 没有冤 没有仇 我不是针对你们的 他们这些武臣 在战场上 的斗志 很大程度上 就被瓦解了 所以在朱棣 静难的过程当中 他在策略上 在计谋上 他耍了很多的花样 动了很多心思 我们说燕王 如果是一个 寻规导居的人 他不可能造反 正是因为 他不寻规导居 他才可能造反 那么他在造反的过程当中 他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 真理正义的化身 这就是他采取的策略 刚才说到 明朝南京朝廷 派出的北华大队 虽然遭到了一些施法 但是很快就重新集结 卷土重来 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朝廷军队 已经疲惫不堪的朱棣 究竟如何取胜 燕王在北平 打败了李景龙的军队以后 李景龙军队南撤 他们在白沟河 现在河北雄县白沟河 发生了一场击战 当时李景龙 合兵六十万 号称百万 而且配备了火器 这火器叫什么呢 叫一窝蜂 一窝蜂是什么 实际上是跟地雷差不多 一个圆球 里面装上炸药 四周有很多的孔 如果点起来以后 火药从这个孔里头喷出来 喷出来就乱转 扔到敌营里头 这个就是杀伤敌人 配备了一窝蜂 这个一窝蜂很厉害 几次两军接战 朱棣非常危险 但是后来老天爷帮着朱棣的忙 东北风刮起来 北军战胜 这次白沟河之战 燕王又一次取得胜利 当时说白沟河是尸横遍野 血都把河水染红了 官军战死逆死的一万人之多 李景龙从白沟河撤兵 第一步撤到德州 第二步撤到济南 我们下面说 在济南之一 李景龙逃到济南 他的兵马还有十一万人 燕王想着趁李景龙立足慰稳之际 消灭李景龙 李景龙如同惊弓之鸟 从河北一直逃到山东 他没有想到 燕王这么快就追上了 双方一交战 猝不及防 李景龙一下又失败了 燕军在济南得到七千匹战马 李景龙当时的单骑而成 全军就散了 李景龙一个人骑着匹马跑了 燕王虽然在济南的城外 得到了胜利 但是济南的城非常坚固 不能攻下 当时把守在济南城中是谁呢 是布正使叫铁玄 这个人非常忠于朝廷 而且有谋略 能够战斗 铁玄镇定自若 他一看到形势不好 他心出一计 他派人假装投降 燕王这时候大意了 你看李景龙失败 济南城也投降了 非常得意 骑着马进城 可是没想到 刚刚走过吊桥 一块大铁板 切下来 几乎要砸到这个 燕王的马上 燕王一惊 没想到中了埋伏 赶快拍马便走 刚刚退回 吊桥就拉起来 吊桥拉晚了一步 这个有惊无险 燕王在这逃了一大劫 燕王不甘心 继续派人攻打济南城 铁玄采取了坚守不出的策略 同时他在城墙上 闲挂起来牌子 上面写着太祖高皇帝 意思说你们要往这打吧 我这是太祖高皇帝让我来守这个城的 我是合法政权 这个虽然燕王他要造反 但是建了太祖高皇帝的牌子 他们还是含糊 在奸程之下 不能够久战 屯兵过了久了 这些个战士就会失去斗志 所以他的军事遥广孝说 施老爷 这些军阅已经疲惑了 不能再打了 赶快撤回 于是在济南城下 燕军撤回 李景龙在北平 在河北 在济南连续失败 跑回朝平 建文皇帝竟然没有给任何处分 朝廷采取的措施 就改派一位将军 叫做盛雍 来带领北伐军 继续跟燕王队伐 朱棣的军队在济南城下 败退了军 而朝廷的援军 又在源源不断地向北平逼近 形势对于刚打了败仗的朱棣来说 又一次变得极为紧迫 南京朝廷新派出的 这个盛雍 究竟又是怎样一人大将 朱棣与盛雍的这一战 究竟谁胜谁负 官军北上 在哪里和燕军相遇呢 在定中 又是北平的南方 真定的北和北京的定中 这一回呢 燕王采取了以公为首的策略 但是他以公为首呢 他不是守定中 而是他转而去攻打辽东 声称攻打辽东 实际上是打苍州 他把苍州一举拿下 官军主帅被俘 把守苍州的几万人官方被杀 数千人做了俘虫 燕军继续南下 就到林青管陶之灌县 深陷东阿东昌 这个地方就是在河北 和东表 山东的西部 正大 燕军就一路来到了林昌 圣雍在这儿 以一代劳 等待燕军来进攻 他们在东昌城外 打了一场大战 这次朱棣陷入重围 我们知道就是在燕王起兵的时候 他身边有两个大将 一个是张玉 一个是朱能 就是在东昌之役的时候 燕王陷入重围 他的大将张玉朱能 把他救出来 如果不是他们及时赶到 这回燕王可能会逼命 这一次在东昌府的战争 燕军在第一天惨败 损失万亿人 东昌这一战 让已经奋战了三年的朱棣 玄起大伤 但是朝廷围剿的军队 却步步进逼 不给朱棣以任何喘息之急 此时此刻 精锐丧失殆尽的朱棣 该如何对付 正在向北平 兴叶兼臣而来的朝廷大军 朱棣的命运将会如何 燕军在济南失败之后 回到北平 和姚广孝这些谋臣商业 怎么办呢 下面的仗如何打 朱棣这个人非常强悍 可以说百战不挠 他说是拒死者必死 捐生者必生 说你要怕死的话 你肯定要死 你要是不怕死的话 你还有一条活路 朱棣为了一雪东昌之池 再次发兵南下 在宝定定州 与官军交战 双方战于甲河 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 打到双方疲惫 都倒不下去了 两方面都没劲了 全坐在战场上休息 朱棣的几个大象 都在这个战场上 阵亡了 第二天 两军再次作战 双方是屡进屡退 不分胜负 这个时候 又是一场大风 救了燕军的架 忽然一阵东北风 大风迷天 这个南军在南 北军在北 双方作战 刮北风是对南军不利 官军 大乱 燕军趁势攻打 再次取胜 这一回 燕军险胜 每个战士都是灰头土脸 大家找燕王找不着 燕王在哪呢 燕王也是一身灰头土脸 一说话 才听得出了燕王 所以燕王夺取挣钱 非常不容易 他是在战场上 拼杀出来的 这场战斗 非常激烈 可以说燕军是险胜 战争结束 燕王啊 给大家展示了一面旗子 为什么这个旗子 要给大家看呢 这是一面旗子 写的是燕啊 上面射满了箭 都像刺猬毛一样 燕王说 这边旗子 你们带回北平 好好地收藏 让子孙看看我们今天的艰难 燕军这次取得了胜利 但是燕军呢 也在反思 燕王说 我们这样打 这么拼 什么时候是个结果 我们打了三年的地方才得到了北平 宝定 大林 和燕军 我们离过江 打南京 还非常遥远 我们不能这样打 这个时候 朝中 发生了一些事情 建文帝 他身边有一些宦官 这些宦官 对于建文帝不满 为什么呢 建文帝管束他们很严 他们就偷偷地和燕王拉上了关系 他们 向燕王报告南京虚实 什么意思呢 说现在官军都在北方打仗 南京空虚 你们不应该一步一步地跟官军拼了 你应该直接插向南京 直到南京 这对于还在家门口艰难作战的朱棣来说 几乎就是一个神话 北平到南京的距离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 显得非常遥远 而且一路之上 还有着朝廷重重围剿大军的组合 让一支军队神不知鬼不觉的突然兵临南京城下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么朱棣究竟是如何实现了这个传奇的呢 燕军插南京 採取了避开强敌 专走朝廷把守的空隙 这样一个策略 凤凉 明朝是他的发家的老家呀 他派有重兵把守 绕开凤凉 淮安 这个地方 朝廷也把守了重兵 绕开凤凉 所以他让开官军的强有力的把守的地区 直插南京 迅速来到江上 这时候燕军的气势很盛啊 扬州的首将叫不战而降 燕军夺取了遗政 准备过江 和朝廷做最后一战 战争打到了三年 双方互有胜负 可是燕军直接插向南京 已经阅兵江上 引起了朝廷的恐慌 建文帝的朝臣们怎么办 他们在商议对策 于是他们又出了一个计谋 这时候建文帝下罪己之兆 说我行政做事 有缺点 请大家批评 同时号召天下兵马秦王 天下兵马都来支援南京 与此同时呢 建文帝还用了方孝儒 他的一个重要谋臣 以后我们会说 用了方孝儒的计策 派庆城公主 来到燕王军中 庆城公主 也是朱元璋女儿啊 他们都是兄妹关系啊 干什么呢 和谈 说你们 建文帝朱英文 是你的侄子 你是他的叔叔 我们都是一家骨肉 你不要再打了 你要想要地盘 我们朝廷已经同意 画给你一块地盘 让你自知一方 燕王眼看就要攻打南京 这个皇位 这个皇位叫唾手可得 他能够放弃吗 所以朝廷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不是下下策的话 也只能是一个缓兵之计 燕王室绝对不会接受 燕军这时候怎么办呢 他也希望在这个时候 用骨肉之情打动人心 你想你的兵已经来到南京城下了 刀兵相见了 你有什么说辞 燕王也有说辞 他写了一封信 射进南京城 这信里怎么说呢 他这个信呢 是给他第一份的 他说如果朝廷 知道我忠孝之心的话 我就能够把秦成王这种事 我当如周公辅佐他 周朝不是有一个周公辅成王吗 我就是周公 我要辅佐成王当皇帝 我不想非凡他 我也不想给这些个弟弟妹妹 也不想为难 也不想给这个侄子们为难 我想周公辅成王 我是来帮助你做好皇帝 但是我现在啊 带了一些兵马 马上进南京了 如果你们害怕的话 请你们赶快离开南京 在孝陵那躲一躲 因为兵荒马乱 说不准会伤着谁 你看这封信 把自己又打扮成一个正义的化身 而且呢 对骨肉 很想亲行啊 朱棣兵临城下 同时用政治手段瓦解 官军瓦解朝廷 面对突然兵临城下的朱棣党军 建文帝的南京朝廷 在惊诧之余 也在紧张地谋划着应对之策 那么 面对朱棣兵这突如其来的致命一击 建文帝的命运将会怎样 他会有什么击败朱棣的良策呢 这时候朝中 也是出现了一片混乱的 有的人建议建文帝迁都 说到湖广到四川 这时候建文帝啊 在宫殿里头走来走去啊 没有主意 有一个魏国公叫做徐增寿 这个徐增寿是谁啊 是燕王妻子徐氏的弟弟 早已经暗中通燕王 建文帝知道他暗中通燕王 这时候徐增寿知道燕君已经来到城下 更加明目张胆 说话很重 这群臣一下子给这个徐增寿一顿暴打 建文帝一怒之下 阿剑把徐增寿杀了 这么一个柔弱的君王 在这个非常紧急愤怒的时候 也动手杀人 就已经到了末路了 这时候朱云文建文帝出了一个下下策 他让朱王替他把守城门 让李景龙协助之王 你想 开始建文帝一上台就要消贩 不到一年的时候 五个亲王全被消了 明明他的矛头是针对亲王的 他又让亲王帮着他把城门 他不是下下策吗 李景龙是一个败将 几次被打败 而朝廷没有给他处分 这时候李景龙和这些亲王一起把守城门 结果可想而知 燕军来到城下 古王朱惠 李景龙打开城门 迎接燕王进京 这时候宫中火起 一场大火 宫殿烧了 建文帝不知所终 朱弟进了南京 这个皇帝做得成还是做不成 我们下一回再说 朱弟在孤打南京前 他的谋臣就向他请求 有一个人千万不要杀 朱弟满口大雨 那么朱弟为什么后来竟出尔反尔 不仅杀了这个人 而且还变本加厉地屠杀了这个人的十足 朱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声称 自己是马皇后所生 这当中究竟有什么难言之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